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年前的3月11号的下午两点钟 我正好播到了就是在当时日本发生严重地震的新闻 一下子一年过去了 当然有很多的故事发生重建的历程也很辛苦 但是要得了解的是福岛壮事 这件事情被世人认为是一个日本人精神象征的一个事件 现在传出来还有黑道的介入势力 到底怎么回事 这里是福岛核电厂的爆炸现场 画面看起来有些混乱 因为这些都是卧底记者 林木志燕 假扮成工人 卧底偷拍的 摄影机就藏在他的手表里 整整六个星期 他每天跟着大队穿着防护衣 进入核灾后的厂房工作 偷偷记录完成了这一本 黑帮与核电站 别再说谎了 这名卧底记者说 核灾之后 东电以每一天20万日币 相当于7万台币的高薪聘请工人 但是这钱大部分都进了黑道的口袋 这些所谓的福岛壮事 很多根本都是黑道找来的 他们有些是失业者 有些是流浪汉 甚至还有智能障碍人士 而这一切和东电当初对外宣传的 福岛英雄形象差很大 但事实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 这一切都是为了钱 因为防护衣密不透风 担心核辐射 不能够随便脱下来 所以工人即使口渴也不能喝水 上厕所更是不可能 不过忍了半天还是没有用 因为长期在高辐射的环境工作 这些所谓的福岛壮事 恐怕都已经遭到了福寿污染 哇 害人听闻 黑道 黑道找一堆人去当福岛勇士50个人 这个新闻如果找一个出来 这个黑道已经跟有据融威有关系 现在当然就另当北论 我们看福岛的壮事 黑道找一遍 日本记者凌目之宴在核灾发生后 潜入到核岛的第一核电厂工作 最近以长达六桌的亲身经历 写成了黑帮与核电厂 福岛第一潜入记艺书出版 踢爆福岛第一核电厂 跟黑道的密切关系 原来所谓的福岛壮事中 包括了黑帮找来的临时工 其中不乏游民事业案 迁在着甚至有智障的人士 就是身心障碍 想起来真是害人听闻 你看那时候多少媒体 对于说有50个壮事 他们愿意 等于说舍身起义 进去到现场去处理那些机组 然后把现场情况把它传给外面的人 那时候是给予高度的赞扬 可是今天看起来好像这个片集 新闻的片集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记者 能够出书其实已经不简单 因为他用的是假的名字嘛 其实核能电厂这个发生任何意外事件之后 在任何国家都有类似的这个事件发生 就是被隐瞒 从俄国的戳弄到美国 你看都拍成电影 那我相信福岛的这位这个日本男士 他写的这个这本书 这个黑帮跟核电站 佛岛第一潜入是将来 如果这个好莱坞里面一定有那种反核的人士 他们大概会拍成电影 但是其实令人我倒不觉得很意外 因为在二月底的时候 美国政府就已经宣布山口组的这个 在美国的财产要被冻结 山口组的首领 因为他们认为 他已经涉及到跨国组织的犯罪组织 那后来从上次我看到这个新闻就去了解 因为刚好有事有记的事情发生之后 发现日本政府被认为是一个对黑道 完全没有这个任何的控制 或是这个管制的能力的 那美国有人在开玩笑说 美国的欧巴马总统一方面是选举 一方面是他去年通过国会通过法律 让他对跨国犯罪的恐怖分子 能够有以法律来制裁 说他在帮日本人忙 可是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我觉得比较当然人道上比较难过的是 他找的都是那些什么滞胀的 还有人说失业了 如果那个与其因为失业欠黑道债 你与其在外面逃债 不如到里面去工作还债 那这些人他们有处理 当然到废水而已 或者说他有没有专业的能力等等 恐怕都是令人觉得很恐怖 所以这个书籍的出现 我相信他会掀起另外一波的讨论 那在每一个这个事件里面 都会有这么让人 这位记者我倒是真的非常背负他 因为对他来讲六个礼拜 曝露他虽然也穿着防护衣 那是很很艰险 而且将来他的生命会不会有安全 因为日本的这个黑道很恐怖 那他还知道保全证据 有没有 那我看到网站上有一个回答的网友 就说怪不得 这个辅导这个东电在发生事情之后 他们的那个负责人 都还可以继续去上那个酒店 可见的勾结 但是我们看到一件问题就是说 当然这一个记者 当然是这个握底采访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是一个新闻工作的勇气的本身 可是也让回头来看看 由此可知当时的情况有多么的艰难 因为一度我们看到很多的讯息 是日本政府都已经要放弃来抢救核电厂 每天就看核电厂不断的冒烟跟爆炸的情况 是不是代表在救灾的同时 管不了黑道白道了 只要有人愿意进去 倒到水或是怎么样也好 所以在那个时候 感觉上整个东电都已经快要 无政府组织的状态之下 黑道的人士来介入来抢救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是不是也是这个救灾不分黑道百道 我要请教洪军修 您对日本非常了解 其实这个有从很多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其实核灾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我们讲真的 我们在座各位如果说 现在核能发电厂出了事故了 然后把我们扔到那边去 我们要从那边做起 讲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问题 今天不是说一个黑道或者是 把游民把临时工扔到那边去 他们做什么 所以这个简单来讲的话就是 你一定要去抢救 然后如何让这些燃料棒的温度降温 然后如何让这些辐射不能外泄 我想这个都是基本的一个专业的 才要去抢救 然后如果说单独把这些人扔到那边去 他们能够做出什么事情 但是我要打穿一下洪军俊 我想问一下 黑道为什么会跟东电有关系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说他们一定有专业人士在那边 可是他没有人力 一定能力不够 所以能力不够 然后他才会想到去找人来 那找人来又聘不到人 因为这是攸关自己生命的问题 那所以他动用了任何的方法 各种管道 只要有人来就像您讲的只要有人来 然后能够听我指挥 然后我要来如何来处理这些问题 我想应该是距离这个基本的原则 如果他真的找得到人的话 我所了解他们好像是20万的日币 一个人一天20万日币 然后用钱砸钱 然后请人过来 那这边他讲的就是黑道从20万里面 再剥削一部分的钱去 然后实质上他们领的也没有那么多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另外一面 可是另外一面就是说一定是找到没有人了 才会找到这个方向 那另外就是说这些人去的话 他们究竟能够帮到什么样的忙 还是有限 因为这些人只是在人力上 在智慧上在专业上 这些人是帮不了忙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面对的 看到的是这个的问题才对 不过也有报道 说其实核电厂的 在日本那么多的核电厂的建造过程当中 其实日本黑道跟建筑业本来勾结就很深 这个 也有报道说 其实他们从一开始就有 又有一起绑标或是一起干嘛 但是东电的那个高层 领导高层确实有问题 我想从专业另外一面 我们是从政治面来看这个事 那他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 这个我们没有百分之百 我也不敢在这边说了 不过只是就是说日本的黑道 它长期它可以经营下去 它是企业性的经营 像山沟族 住友联合 然后 那个 田航国民这些都是有名的组织 那他们可以活得下去 可以组织这么庞大 其实我们台湾很多黑社会 也是学他们的系统过来的 那现在都公式化 公式化不一定都只有榜标而已 其实他做的范围非常广 是 对 但是因为311发生的时候 全世界瞩目 然后 那我说你的肤色到底怎么样 大家把它回忆 现在变的是台湾 不是日本 一定会这样觉得 但是 那一个氛围其实在日本是更严重 为什么要有50个所谓的福岛勇士 因为要告诉人家说 那个辐射没有那么严重 你看都有勇士进气的 安定人心 他用意一定在这里 就好像我们过去 不管是战争或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找出几个勇士 找出几个英雄来崇拜 让大家去感受那样的气氛 可是今天被拆穿了 原来这些人不是很弱势 就是智商有问题 然后是被黑道强迫进去 我们其实现场 今天找了陈鸿美小姐 她在花了一年的时间 然后在福岛这边 自己还跑去 然后找不到车子座 还去搭便车 其实我们今天很高兴 就是洪美你能不能讲一讲 她整个的经过 整个经过是很难讲 不过刚才我 对不起我要修正一些事情 比方说这个黑道跟核电厂 我不知道今天是要focus 是在焦点是在哪一方面 因为第一 其实我很同心 我听到各位的这些议论 因为你知道三一核灾 它不是只有核灾而已 它是这个整个世界的浩劫 它带给我们很多很多很多的教训在里面 我很心痛现在还是停留在这种八卦的阶段是不是 还在黑道啊 这个方面吗 因为它这个你黑道我也可以陪你们一起讲 是没有关系 比方说刚才有提到说那些游民他们能做什么 他们是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他们做的呢 就是去拉拉水管然后上上罗斯 这种因为核电它有各种层次的东西 所以最末端的都是没有错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核电知识都是需要的 可是有渐渐上去那都是有分很多层的 所以的确会倒是有介入到最低层的 你那时候你那时候去采访 我没有到采访 我没有到采访 那进不去的地方 你最近是到他的 我知道你 没有我只有去东北的在去 对那是受海啸跟地震的 所以黑道他们接入 为什么要接入 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到废盒为止 到整个废炉为止 需要40年的时间 然后每一年呢 我们至少需要2000人在做这个最末端 最末端也是最危险的工作 然后为什么黑道会存在 就是没有人会去插手的时候 也就是绝对会赚钱的时候 黑道就会进去 那为什么人家不去做呢 就是因为他有辐射 然后有生命的危险才不去做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要看这一点 所以你要知道核电 它的原料不是只有氧而已 它也是人命 这才是我们要注目的地方 你说是不是 不是黑道白道这种 这么肤浅的事情 所以我为什么会写这本书 就是因为我很痛心 媒体还停留在这个阶段吗 还在一定要八卦 一定要色情八卦黑道 才能得到收视率吗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太低估 台湾人的知识水准了 难道我们不能再切入 再深一点这个核 这个整个311吗 而且311不是只有核灾而已 然后我们要 你要探导核灾 你要看整个这个 围绕核灾的这个大环境 你才知道为什么 它会影响到这个小环境 所以刚才我们让这春 后面小姐讲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这也是我们今天邀请她来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会从这个题目来谈起呢 因为事实上这几天 在外电的消息上头 引用了这一位日本的记者 用卧底的方式来凸显出 当初辅导发生危机的时候 到底呢有多危机的情况 到最后不得不然 可能就是有黑道势力的介入 所以我刚刚特别提到 因为没有人要去了 所以呢才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先请教一下这个庄小长 对是我们两个先讲的 我想陈小姐她有她的看法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八卦 就任何事情 她让人吃惊的一个故事的背后 总有她的由来 所以我们讨论的结果就是说 有这位记者 他可能次先就晓得 有黑道的人介入 或者说有很多人不愿意去黑道 动用人力去 所以他就要用手表 间谍手表去拍出来之后 让大家知道这件事 那她的目的 可能她有背后的理念 很多人都是用一个故事 来呈现一个事 但是我要真的澄清 可能这个陈小姐 误会了大家讨论这个事情 我们不可能把三一一的地震 当成八卦来处理 那就太不人道太不人性 那时候发生的时候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讨论了好几个礼拜 就是说今天即使 今天搞不好在长远的时间来讲 这一位这本书 关于黑道跟核电厂的这个事情 会是一个非常有故事性 而且引发震惊的 那专业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讨论非专业的事情 绝对不是八卦 因为八卦两个字 在这个对我来讲 对这个节目来讲 太沉重了 因为我是觉得说 现在目前讨论 在日本 我实在觉得距离很大 因为确实是有黑道 而且不只是黑道 而且他们 我们讲说 他们冬天 冬天是限制说 你要找人去做这些最危险的事情 只能到下游三层而已 可是我们知道说 甚至我在书里面有提到 甚至有人讲到 是到下游二十层都有 然后中间剥削多少呢 我们就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有人说二十万几万 这我们都不知道 而且怎么剥削呢 这是非常值得去调查的一点 所以基本上我们要呈现 这个辅导发生了危机状况的时候 到时候黑道都介入 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非常有声音 因为它不是一个 是非对错的问题 它是攸关于日本 当时的危机存亡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讲过了 就是说 可能大家一开始就说 哇 黑道很过分 然后介入了这样子 然后非常惨无人道 但是我们要回头来看 那个时候虚人恐急的时候 是不是不得不然 所以我想我们讨论的焦点 是在这边 要跟官方说明一下 来 校长 所以我要讲 我们常看很多影片 遇到很多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政府会找那个死刑犯 跟死刑犯讲说 反正你就死刑了 你要不要出这个任务 你出这个任务以后 我就剪免你 但是现在民主国家比较不可能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政府是不是现在有个机制 就说黑道可以找这些人 那这些人数字不见得够 但是因为有人是欠钱不得不去 那政府是不是有个机制 在遇到重要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有些人觉得说 只要你给我一定的费用 我愿意去冒这个险 有没有这种人 这机制只要把它set好以后 出了事情的时候 那一天 一百万可不可以 所以社长 不见得是钱 可能有很多机制 有没有很多人是因为宗教 那我觉得说为了这个社会 我愿意付出 牺牲生命都可以 那有没有有些人说 他本来生命就在末期 那我本来生命就在末期了 那我为了国家牺牲这个 我本来就在末期了嘛 我去做这个最基本的动作也可以啊 但是我走的时候我会很骄傲 这个都可以做的人 这政府可以去思考说 如何去编目这样的机会 让我们要在动员的时候 可以有这样的动员机制啊 但是因为你平常没有做 到最后怎么办 临时要做的时候 黑道最容易做嘛 是 所以董哥 其实我觉得这个新闻 虽然大部分 大听之下很震惊 可是我觉得它是提供给其他国家 在危机总动员的时候思考 如果发生这么严重的天灾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愿意去 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机制的话 说不定就像日本 就是拿你的买命钱来 我觉得最后有点像这个味道 是 所以它就 因为那时候很多互变的新闻 包括东电的高层 还去酒家嘛 那时候 那大家看了就说觉得很 很伤心啦 就说你突然又有勇士进去 他其实表示说东电跟这些人 他其实是有某一个教义 然后就是要振奋人心 要改观外界 然后也要告诉很多人说 其实福射没有你们讲的那么危险 其实他自己的假的东西 对 那今天会凸显这个就是说 原来今天图穷而比线 被人家拍到了 然后整个东西就显现出来 这种东西其实 灰文堡社会组其实一定 你敢不敢去做人家 这样卧底报导就很危险了 应该叫做调查报导 我们这个 这个调查报导我帮他取的名字 叫做日本的李慧仁 因为他本来他本来就要研究出来 所以他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我觉得很好 因为明宇我想说我们回到一年前 那时候辅导的这个核电这部分 那时候的新闻是什么 就大家都哭得稀里哗啦的说 哎呀这个去了之后不知道 这个可能还能活多久 然后牺牲自己等等的 那时候还有企业家指名捐款说 我这笔钱 我就要捐给这些壮士 这些勇士这样子的 那现在发现说 我们的灾难新闻里面 其实日本跟台湾 灾难新闻里面 他要把英雄化 其实我举个例子 我们在921大地震之后 看到一些状况就是说 像我们中部有一些大楼倒塌了 倒塌的柱子倒了 它里面是沙拉油桶 那如果没有大地震 这个柱子没倒的话 我们永远不知道 这栋里面的这个柱子 原来里面它的钢筋跟水泥的 分量是不足的 用沙拉油桶去乱搞的 那我们在这个921大地震 那时候的这个 后面的这个震灾的部分 也有慈善单位发米 白米 还有他们开冰室 他冰室停旁边 他跑去搬米 我举921这两个例子告诉他说 其实321大地震 那时候我们去年很关注 董哥你刚刚讲 我们讨论了好几个礼拜 其实我们那时候 大部分都是依赖外电 然后我们也有派记者到现场去 可是我们现在回到一年之后 再回头来看这些时候 其实会有点落差 那我觉得这个落差 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借鉴 譬如说这我的结论 你刚刚讲说 如果我们台湾发生这种状况 谁去 去年原人会的副主委就说我去 在立法院被修理 就说谁去我去 所以我们的核电厂 是盖在那个连座上面 这观音的那个连座上面 这么荒谬的言论会出现在这里的话 我觉得从日本的311的事情的话 我们台湾很多地方要检讨 是它其实有很多东西 就是说当时候311很多事情不明朗 那你慢慢一年以来沉淀了 它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 而且因为核能 它是一个高科技的东西 很多过去讲的 现在又完全不一样 那我们等一下会回来 讨论相关话题 马上回来 日历冷气大三送 送您世界名牌行李 政府再补助2000元 日历变频冷气 销售第一 谁能见底标准 进行 进行 进行